大家好 歡迎回到聖經徵讀 我們去到第六章的最後一部份 就是六章六十至七十一節 所以若可福音其實裏面很長 你看就是第六章要去到七十一節 其實很長 好了 繼續下去 這個講就是有些門徒打算離開耶穌而去 第六十節 他的門徒當中 有些人聽到之後就說 這個話真是甚難 誰能夠聽得懂啊 好了 其實這句原文是怎樣的呢 這個話就是logos 甚難 這個難就是一個現在式不定詞 而這個能聽也是現在式動詞 是直說語氣來的 耶穌長篇大論 講述到他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良之後 眾人逐漸開始聽懂他的教訓 但卻發覺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除了那些敵對他的猶太人之外 還有一些加利利的門徒都聽不入耳 想離他而去 耶穌的話就是甚難的 而且是很嚴酷的 這句話 誰能夠接受這個話呢 誰能夠聽這個話呢 其實就是誰能夠順復這個話呢 其實41節那裏 那群猶太人就因爲耶穌說 我是天上降下來的良 就已經是私底下而論他 即是說 這個話是要叫你們嫌棄嗎 或者是跌倒嗎 倘若你們看到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 那是怎樣呢 其實在哥林多前書都有這樣講到的 其實這裏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群門徒 將來如果看到耶穌升天 都會同樣會跌倒的 那麽耶穌榮耀升天證明他是神 他十架受死是軟弱 他死裏面復活是強壯 所以保羅就說 所種的是軟弱的 復活的是強壯的 第六十三節 叫人活著的那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講的是靈 就是生命 第七章 三十八至三十九節 其實有這樣講到的 就是說 信我的人就如聖經上所講 從他的肚裏面流出沒水江河出來 耶穌這個話是指著 信他的人是要受聖靈講的 那時候還未刺一下聖靈 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那時候還未刺一下 聖靈是在耶穌榮耀升天之後 再過十日 就是五秦節的時候 一次僑固下來 與信主的人同在 如果沒有聖靈同在 世人憑肉身是沒有辦法明白 耶穌的衛隔和他的子宮 因為在第三章六字這樣說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他的門徒就說 耶穌的話甚難 因為耶穌的話是靈 也是生命 所以這個靈和這個生命就是掛鉤 第六十四節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 耶穌從起初就知道 誰不信他 誰要賣他 好了 耶穌所賜的生命 必須憑著人對他的信 才能夠得著 從起初他就知道 跟隨他的人當中 哪些是信他的 哪些是不信他的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節的經文 都可以知道 好了 首先的第一章四十七節 耶穌看到那旦葉 就指著他說 你看 這個是真以色列人 因為他心裡沒有鬼詐 好了 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節 耶穌卻不把自己交託給他們 因為他是知道萬人 亦都用不着哪一個的見證人 因為他是知道 人心裡所存的 好了 然後 就是第六章十五節 耶穌既然知道 所有人 都是打算來強迫他做王的 所以耶穌就獨自退到山上去 第六十五節 耶穌又說 所以我對你們說過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 其實沒有人能夠到我這裏來的 耶穌說過的話 是指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人能夠來到我這裏來的了 耶穌早就教導了他們 世人需要有神的啟動 才能夠到他這裏來的 而後來 在跟隨他的門徒當中 有些離他而去 就不足為奇了 那些依然留下的門徒 就證實了父神的奇妙事工 那些離他而去的門徒 就證實了耶穌先前所說的那句話 叫人活著的那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 讀六至六七節 從此他的門徒當中 有很多都退去 不再跟他同行 那耶穌就對那個十二的門徒 就說 你們都要走了 好了 十二門徒按原文就沒有門徒 只有十二的 從這兩節經文可以清楚得知 這裏的門徒是不包括耶穌那十二個使徒 耶穌在他的門徒當中 很多都退去的時候 是很適時的 就向這十二個使徒提出這個問題 他的目的就是要提煉他們的信心 其實他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耶穌所說的 要等到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 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 到六十八至六十九節 好了 那西門彼得呢 彼得就回答說 主啊 你又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誰呢 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好了 這裏說什麼呢 彼得是率先表白他的信心的 信心之道雖然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他的確信 確信耶穌的話是給人生命的 信和知道按原文都是一個完成式來的 就是說已經信了 也都已經知道了 彼得就稱耶穌是神的聖者 聖者的意思就是說 耶穌超越一切 神的就表示耶穌是代表著父神的 那麼這個承認耶穌是基督的另一種說法來的 彼得的認知來自天父的事工 那麼耶穌就說 這個不是從血肉的指示來的 那是我是天上的父指示來的 好了 這個內容就是馬太福音十六章的內容來的 第七十節耶穌說 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嗎 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那麼馬可福音就這樣說 耶穌上了山 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 他們就來到他們那裡了 就設立十二個人 要他們常同自己同在 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並被他們拳命去趕鬼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 耶穌被他起名叫彼得 還有西彼泰的兒子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又被這兩個人起名叫做半尼奇 即是雷子 又有安德烈、肥歷、巴多羅馬、馬太、多馬、阿勒肥的兒子雅各 和達太 並且憤慮黨的西門 還有那個賣耶穌的家略人 尤大 好了 那我們當然就很著緊這個魔鬼這個字 什麼了 按照下列這兩節的經文來看的話 撒旦在猶大身上作弓 就等同猶大是魔鬼的 十三章二節這樣說 晚飯的時候 魔鬼將賣耶穌的意思 放在西門的兒子 家略人猶大的心裡面 在二十七節這樣說 他吃了之後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本據 原文並沒有不定貫詞 這個A 就是 One of you is a devil 正確的翻譯是 One of you is certain 耶穌知道十二個門徒當中 有一個是魔鬼 因為他是存知者 來的 好了 耶穌講這句話 是指著 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講的 他本來就是十二個門徒當中的一個 後來是要賣耶穌的 在十三章二十一節說 耶穌講了這句話 心裡面憂愁就明講話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 去到第十八章四節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來跟他們說 你們找誰 他們就回答說 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 我就是了 賣他的猶大也跟他們站在那裡 門徒後來反省耶穌這一段的預言 就增強了他們的信心 猶大是一個悲劇的人物 雖然說他是受到撒旦的影響才賣耶穌 但是他個人所作的邪惡的選擇 也是雜無旁態的 第六章的內容 我們就已經講完了 之後我們會繼續講 約翰福音七章的內容 今節就講到這裡 祝福大家